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年来 一面在京中设下重重暗哨埋伏 一面派人平往西南搜捕追杀 使得家父至死都未能返经陈渊 臣此次赶赴西南 幸而循着家父生前留下的线索 找到家父临终前留下的遗书和种种证物 方才得知 这数万中古沉埋西南之地的冤情 臣恳请陛下重查此案 还剑南节度使陈英以众忠义之师 以清白之名 秦罗安 陛下 老奴当年带兵奔赴西南 绞杀反贼 是奉了文宗皇帝的旨意 此事朝野皆知 当年西南事发之时 安郡王还没有出生呢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了 他只是去了西南一趟 带回了一具陈年尸体 和几件极易伪造的所谓证据 今天就在这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安郡王恐怕是为了西平公主 和自己脱罪 在巧言歪曲当年的事实 陛下 事关重大 请陛下明察 陛下 臣还有一证据 可证明擎鸾 绝不清白 还有什么 一并拿出来 三法司五座楚楚 叩见陛下 陛下 您看看 他就是逆党一后 云翼之女 三法司五座楚楚 叩见陛下 陛下 您看看 他就是逆党一后 云翼之女 秦公公 怎么知道 秦公公九居深宫 何时见过他 你 你就是安郡王 收入门下的那个女武座 是 抬起头来 谢陛下 陛下 楚楚的身负云翼 乃剑南节度使的将领 臣已查知 剑南节度使一案的内情 未免此案真相 奏明圣赏之前 楚楚惨遭不测 所以才决定亲自 将他带来长安 向陛下禀明一切 这也许都是天意吧 楚楚 起来回话 楚楚 楚楚 你抬来的是何人哪 回陛下 这就是十多年前 刺杀驸马爷不成 被驸马爷封进墙里的宦官 驸马爷生前和他打斗时的凶器 也一并封进了墙里 经检验 他确实是在激烈的打斗过程中 被杀死的 尸体身上的伤 和驸马爷遗书里所描述的 打斗过程完全吻合 掀开给朕看看 这是随他的尸体 一同发现的 行 刺轮 队 在 将你的牌子呈过来 韩漆 我 陛下 此身份牌虽说不亦伪造 但是对有些人来说 还是可以伪造的 请陛下 先前马公公执掌内侍省时 用人制度极为严格 所有人的体貌特征 皆记录在案 秦公公 内侍省的一应制度 您是遵循旧例的 我来之前 已着人借出了当年 人员外出登记的记录册 有一报外出办事 意外中毒身亡者 与此人正相吻合 秦鸾 在 你不说安郡王在编故事构陷于你吗 你代掌内侍省这些年 手下之人一个杀了当朝的太医令 企图污蔑西平公主 及安郡王兄弟 一个跑去西南去刺杀萧衡 到底是谁在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来人 在 将齐鸾拿下收押戴神 是 陛下 你身为刑部尚书 不能持身公正明辨是非 朕免去你这刑部尚书之职 官将两级 回家闭门思过半月 好好想清楚了再来见朕 谢陛下 安郡王 对不住了 秦鸾已按时隔九远 牵连甚广 萧衡又身设此案 安郡王不宜主持查办 靖青 你在百官之中德高望重 此案就由你来主持查办 刑部 大理寺 御史台 三司协同调查 务必要将秦鸾所涉之事 所有涉案之人彻查清楚 臣遵旨 士官 王最后来的辞职 显尔 后来的 太后来的 已经有信任的 多休门 襟了 周瀚来报 秦元被萧景瑜反江义军 眼下被擒了 那便照计划行事 是 那个周瀚呢